第一次火爆 敵人被殺了 殺死了 敵人被殺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人仔 今天要分享的是一隻在封射期間突然釋出的一隻最新角色 他是死神裡面的熊木露奇亞 他的定位是一隻仿山刺客 這隻在剛出的時候大家都拿來打野 中路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到後面也是會有人拿來打輔助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一開始對面的蝴蝶人就來幫我們家的野 這是蝴蝶人一個非常常見的打法 因為蝴蝶人前期單挑很強傷害很高 但這邊隊友包夾得很快所以我們順利把他帶走 小地圖可以看到浮黑會他去追那隻悟空了 所以我們這邊先吃一下加攻擊力的補包 我們再去包一隻浮黑會 這邊可以看到熊木露奇亞這隻角色在前期的傷害很高 一套對面半血就被帶走 這邊我簡單講一下他的技能 他的一技能是往前瞬移一小段 會在他的身後留下一塊圈圈 那個圈圈會在一秒後造成二次傷害 二技能就是往前戳一下 對就是往前戳一下 但這一下如果你有戳到目標的話 無論是野怪或是人都可以回血 他的大絕的話就是你按一下他會蓄力 最多蓄三秒 然後往前釋放一道冰牆 只要你有打到人的話對方就會被冰凍 你的被動就會變成強化的普攻 這個強化普攻就是這隻的核心之一 只要你的一技能或二技能打到對方就會觸發一層印記 當有兩層印記的時候對方就會被冰凍 這個時候你的普攻就會變成破道 也就是強化普攻 我們回到這場遊戲 剛剛我們殺完浮黑之後 我們就順勢上來加這個騙人步 這邊看到對方的打野悟空也剛好過來 我們就先對一下 啊我在這邊錯空了 沒關係我們隊友資源比較快 這邊你可以看到原始悟空的龜派氣功 它是指向技能 超賽悟空的龜派氣功 則是指定技能 這邊我們就趕快把冰險推出去 因為我們中立野怪出了 這邊你可以看到這隻中立野怪 外國人通通都叫Pink 然後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布庸 他是那個小時候版本的悟空出現的反派角色 真的是蠻早之前的 吃掉布庸會獲得一個永久被動 詳細效果我會再做一期影片再跟大家說明 吃掉布庸之後如果有優勢的狀態下來 會迅速的趕下來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增強這個機器人 這邊是看到一個蝴蝶人在翻野 可惜被他跑掉了 一般來說如果比較會玩的對手 他覺得前期陣容不好打 他們就會在我們吃不用的時候 趕快把機器人吃掉 這邊可以看到悟空比我多一等 主要是因為前期紅buff被反掉了 所以我的等級會比較低 所以我們這邊先拉扯一下布庸 我們先看一下隊友的動向 我們這邊看起來是可以 隊友會先把他卡走 所以我就慢慢的吃 好這邊他們準備進來了 往後拉扯一下 這邊我先大決心按著 準備制裁 沒問題想到了 這邊就打一個一換二的會戰 這邊看到疾風鑽的迷人忽然衝進來 我這邊照理說我應該要拉掉 但我想說能不能換掉那個不會會 可惜這個有點調皮了 我就差一點點 這邊復活後就把野怪這輪給刷掉 野怪的經驗值是非常多 如果你是正常的打野角色 你的等級通常會比其他隊友高 從上路的小地圖可以看到 蝴蝶人士被我們兩個隊友在追著跑 所以我們現在加過去 一個大決 再一個二技 這邊成功收掉他 你看到現在浮黑這個狀態 你看到他都沒有動 這個時候你千萬不要打他 因為他是一個影子 當他開領域的時候 還可以在原地創造一個影子 然後他本體最多可以贏成10秒 像剛剛他就騙了超賽武功很多招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 布庸剛好出了 基本上這個遊戲 只要布庸先出的話 都會優先先去吃布庸 因為他給的BUFF 是可以累積的 布庸這個中醫物件的話 最多是出到9分鐘 然後他是2分鐘的時候生第一隻 然後每一隻間隔1分30秒 所以他給的這個BUFF 最多可以累加3成 這個在打會戰的時候 影響力是差非常多的喔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下面這一波 這波是我們要搶機器人 浮黑就在這邊先開個領域 基本上浮黑開領域的狀態下 我們都是先不要打的 這邊看到小地圖對面悟空 要去抓我們的射手 我們就趕快去支援 當然他的血線其實本身就不好 所以這邊給他一個惡技 我們就成功的收掉他 這邊我們先把藍給收掉 我們的目標還是放在那個 中立物件機器人上面 看到小地圖 蝴蝶人先開了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去支援 這邊我看到蝴蝶人要抓我們的我艾羅 所以我往他身上放一個大絕 結果跟我預期的完全不一樣 所以有點尷尬 那這邊我們基本上是打不贏的 所以先撤退 小地圖上面可以看到我們也強會在亨帶 所以我們也沒有必要打到底 我們就這樣拉扯就好了 這邊他們吃掉機器人之後 就把機器人放在下路 我這邊簡單講一下機器人的效果 9分鐘之前的機器人就跟英雄聯盟裡面的預示者一樣 你有看到他這樣撞一下塔就沒了 基本上就是這個效果 好我們現在看到小地圖 我們超賽悟空蹲到蝴蝶人 趕快去支援 這邊我們先把目標放在蝴蝶人身上 成功收掉蝴蝶人之後 我們現在轉頭來打這個疾風傳的名人 你可以看到他的傷害真的蠻高的 而且他的影分身真的蠻煩的 對於疾風傳的名人 我個人評價其實是很高的角色 之後我會出一支影片就是對目前26隻角色做一個強度的排行 如果你對於疾風傳的這個遊戲蠻有興趣的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幫我把影片看完 完整看完這支影片是對我持續創作一個很大的支持與動力 再來這一波我們看到中路有蝴蝶跟蝴蝶人 所以我從側面去夾他們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一個二一大普攻 再配合我愛我就成功收掉蝴蝶人 再來看到這波是快十分鐘的時候 十分鐘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 因為你會看到剛十分鐘的時候會出現 左邊有一個行星 右邊有一個機器人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兩個物件 可惜這波我忍太深啦 追悟空罪太深了 就能自己被他們夾掉 所以當我再次復活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馬上衝去星星這邊 就是為了跟他們看能不能搶到這支行星 所以就開頭到那一幕 你看我一搶到這個行星 我會得到一個很厚的護盾 這個護盾會幫助你打會戰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優勢 只要是兩邊經濟不是差太多的狀態之下 只要誰搶到這支行星會戰的一面就會變得非常大 這波我們拿到行星的護盾 比較可惜的是右邊魯夫正在吃機器人 所以我們這邊也不應該一直打 照理說打完蝴蝶人就應該要拉走 可惜我們的爹地被抓掉 那我們這樣就繼續打下去 不用回頭一個兵 哇這個其實傷害還蠻高的啊 可惜就是差了一點點了 再來我們看到這個遊戲最後一波 這邊幫大家補充一下就是 星星跟機器人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0分鐘出的 第二個階段是16分鐘出的 16分鐘的星星護盾會比10分鐘給的更多 而16分鐘出的機器人 則是會比10分鐘的更硬更痛 這邊搶到的星星也成功了打贏最後一波會戰 這邊我們開一下金星躲一下迷人 再來我們追上去留一下他 我們就準備給其他隊友收割 他是真的蠻難抓的 剛剛贏得那波會戰之後 我們就順時推進去 以上就是我對這個群星集結的最新角色 熊木露西亞所做的實戰解說 如果你對Jumper Simbo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追蹤我的頻道 我這邊有開一個LINE群 我的初衷是希望大家像朋友一樣 單純覺得這個遊戲好玩 可以互相分享 如果想加入的朋友 可以掃以下的QR Code 或者是點選資訊欄 我會放上連結 如果你覺得剛剛奇風亂的名人 表現非常濕滑的話 也可以點選這部影片 可以了解一下 奇風亂名人的技能到底有什麼 我是忍仔 下次見